到底有什麼樣的風險 還有對身體還有對於生活 有什麼樣的一個不便 我們請到了世界自然綠社醫學聯盟的主席 他本身也是一位中醫師 許正輝許醫師 來為我們來講天下第一補 其實就是好好的睡一覺 那我們邀請許正輝許醫師 為我們接下來的這個演說 各位嘉賓大家好 我剛剛從高雄趕過來 因為我還在門診當中 所以來這邊和大家分享這些睡眠的 這些很寶貴的一些資料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中醫在看病的時候的慢性病是特別多 尤其睡眠的百分之五六十都是睡眠的問題 因為他長期不需要 看西醫之後很多副作用 甚至在民俗療法也經過常識過 都在找流淋啊 當地啊 生日也拜拜啦 但是這個都是很 不是很明顯 只是心理上有一點安慰而已 但是還是失眠還是連連 那我今天是 一個分享就是在經驗上 看我們在我們中醫理論上 還有看張博士到我們診所去介紹這些東西 完全符合我在平常所要求的東西 好像都是上天上了一個禮物過來 因為這東西在我們在一般吃中醫的時候 晚上睡眠的品質都要來到臺灣身又起始 有辦法入睡 但要沉睡的話 比較困難 這台睡眠機 我說這個是 睡眠鋪滿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名稱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金字塔 金字塔在我們 埃及非常有名 幾千年來 它是屹立不搖 而且它繼續在發揮了很多的能量 因為 三個角落 一個尖關 這時候形成一個 不倒的 而且很有能量的一個三角形 張博士利用這個三角形來製造這些機器 把一些好的坡 生物能坡 傳到我們身上 我們一接觸到好坡的話 就很高興 很穩定的 安心的入睡 就像小孩子在媽媽的懷疑 媽媽唱的寶寶乖乖的歌 寶寶很快就睡覺 這是好的坡 當爸爸媽媽在那裡睡眠的時候 這是壞的坡 造成小孩子睡眠會更不好 這是正坡互坡的